大家好,我是Stan 庞谈所有男成员P 因为离开机场时的态度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但也因为部分媒体们的恶意抹黑 也掀起了热烈讨论 首先,根据大部分媒体的报道 庞谈所有男P BLACKPINK LISA演员PAKBOGUM 三位韩星受邀参加品牌时装修后 6月28号同时返韩 而因为LISA与PAKBOGUM 见到在机场外面等待的媒体与粉丝们后 都鞠躬直线,比出爱心 直到最后一刻态度都非常亲切 但是V在走出机场大庭后 没有向媒体粉丝们打招呼 直接就坐上车离开了现场 导致很多媒体都纷纷报道 有关B太多争议的内容 而V在坐车离开后 有在社区网站上传道歉文表示 记者们,阿米们很抱歉 我直接坐上车了 等很久了吧,我带礼物回来了 然后上传了两张照片 整个争议过程就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里有几项部分需要澄清一下 包括华语圈有部分媒体们报道 于是看到媒体们的报道 发现到争议严重后 才在社区网站上道歉了 但实际上 V是在12点36分上传的道歉文 而最初报道V态度争议的新闻是 12点51分,12点53分的新闻 也就是说 在没有任何报道之前 V就在社区网站向记者们,粉丝们道歉了 然后V其实有在车上向粉丝们挥手 一上车就在社区网站向粉丝们留言 说自己到达了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不是在护航V的态度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是觉得不能说因为这次的态度有点遗憾 就可以造谣趁机抹黑 该澄清的还是需要澄清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过真的很好奇 挥个手那么困难吗 海外明星也都会向记者挥手的 你以为就你自己很累吗 都不往粉丝这里看一眼 真的是太傻眼了 打招呼不是义务 但又不是私生活 是结束行程后回来 对于等待好几个小时的粉丝们记者们来说 确实很无礼 因为就是不想拍照 所以急着上车吧 虽然这不能说是人品问题 但跟一起去的两个人比较的话 他们到最后也穿了品牌的衣服 也向粉丝们挥手了 确实是缺少了敬业太多 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反应 平时的话这会引起争议吗 只是因为跟前面两个人对比 记者们自己生气了才会这样 于平时每次都会听从记者们的各种要求 只有今天一天没做 这不是要觉得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 而不是下绝论说没有礼貌吧 不是 只要称赞有礼貌的两个人就好了 为什么要故意引起争议呢 看起来只是兴奋的在抹黑 要不然就是黑粉 这是几周前去音乐节目的时候 记者们在影片里也说了 不意为了在很远的地方的记者与粉丝们回头看了很久 只是觉得音乐们很可怜 之前策密的时候也是那样 只要没有跟记者打招呼 就会引起人品争议 对于P的态度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前几天有跟大家说过 韩国一家三口的离奇失踪事件 昨天 韩国警方在弯岛海域 发现了求运纳父亲的车辆 并在今天12点20分钟将车辆拉上 而警方在车中发现了三具尸体 具体情况会在验尸后再发表 心真的很痛 孩子有什么错误 为什么父母要随便决定孩子的生命呢 明明都养了十年 真的好心痛 父母就有权利擅自决定孩子的生命吗 希望孩子来生能幸福 想到孩子全身无力的样子 心就如刀割一样 一开始说找到车辆的时候 一直祈祷希望车内没有人 结果还是真的太遗憾了 根据警方的最新发表 这位父亲因为投资加密货币 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直到一家三口失踪的5月30号 尤娜的父母亲有持续的上网搜索 安眠药 鸡蛋选择方法加密货币 很多人应该知道 我自己也有女儿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很心痛 虽然不能这么说 但是真的觉得已经是走投无路的那种情况的话 爸爸的话 就算拿自己的藏区去卖 也要保住自己的老婆孩子吧 唉 真的是太心疼了 谢谢 Micka